这个女校霸太恶毒 进账班里的穷女孩 用皮肤测试卷发棒的温度 穷女孩对此恐惧起来 像要逃离女校霸的魔爪 但却被女校霸的两个帮手 撕刺按在篮球场上 穷女孩大声地反抗 但是啊 无论穷女孩怎么挣扎 都无法挣脱紧过 女校霸露出一丝的微笑 拿着已经通电的卷发棒 直接按在了穷女孩的手臂 卷发棒的高温度有200度 穷女孩的手臂和皮肤 在唱大间 发出热油般炸舞的鸡鸡声 她疼到嘶心的惨叫 女校霸很吃心满意足 足足烫了穷女孩五分钟 才把卷发棒拿起来 只见穷女孩的手臂 瞬间被烫坏了一层肉 女校霸露出无辜的表情 穷女孩此刻无比绝望 却只能不断地喊救命 可惜女校霸的家里 有权有钱有势 在学校职守这天 这所高中的老师 校长和同学 所有人跪天女校霸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跟女校霸做对 而穷女孩发誓 一定要让女校霸下地狱 具体让伯燕给她讲讲 这旁边的刘海妹 是好心地劝穷女孩文敦 随即这刘海妹拿出了篮球场的钥匙 露出了金展的笑容 原来啊 刘海妹在几分钟前呢 色诱体育老师拿到了钥匙 私自打开了篮球场的大门 所以这篮球场是既没有老师 也更不会有同学出现 这下 东温是真正的叫天天不应 叫地 地培 东温是哭得反问女校霸颜真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颜真翻了个白眼 你还不懂得吗 因为你穷了 所以你活该被欺负 而你永远也反抗不了我 只听颜真说完 又用卷发弹 狠狠烫上东温的手臂 东温控制不住的尖叫 但是啊 这颜真嫌他的叫声 向母鸡下蛋 便命令旁边的长发男 堵住东温的嘴 结果啊 这长发男是色星大旗 竟然用嘴堵住了东温的声音 东温的初吻没了 耻辱感涌上他的心头 东温用尽全力 想拼命逃离这里 但是啊 他全身都被烫伤了 他只能用爬的方式逃离 可是这同样徒劳无功 他总会被无数次的拖着回来 继续受到折磨 但是啊 我们的东温呢 也是绝对不像颜真低头 事后他报了警 撞到颜真 霸凌自己 可谁知 这警察局长跟颜真母亲 正是高中同学 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帮颜真脱了碎 这时啊 班主任来到警局 赫施东温 东温也彻底心狠了 校内没人惩罚颜真 校外颜真也有保护才 他还能怎么反抗 东温回到了学校 找校医咬到双眼水 处理校服上的血迹 校医一听啊 就知道东温受到欺负了 他拉开东温的袖子 看到了一大块的红疤 顿时心疼其多难 他想带着东温找到校长高壮 结果就在这会儿 响起了一阵手里气铃声 冰床的帘子被人拉开 原来正是颜真 颜真是微小的淡定诚恶行呢 看颜真有恃无恐的模样 所以啊 这校医第二天就被校长当场炒了鱿鱼 而东温刚一回家 就发现 颜真一种出现在了自己家里 颜真正在拿着小刀 划他新买的衣服 而且还对他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东温想跑 却被长饭囊推进了家里 长饭囊拿刀子 把东温的团结割开 里面的硬币哗啦啦啦散布 还讽刺东温真有钱啊 这大概贴有两百块吧 这是东温的全部收费 东温哭了向颜真求饶 求求你啊 回落吧 颜真对东温的反应很开心 表示 只要东温跳脱衣舞 就把存结果还给他 不然就用运动了烫东温的屁股 东温实在不敢反抗 他知道 自己反抗的越厉害 就会被羞耻得越惨 于是在颜真结缘的注视下 屈服了颜真的安排 就这样 日积月累的伤害 让东温丧失了活下去的希望 他在半夜12点 爬上了一处废弃天台 此刻天降鹅毛大雪 仿佛在抵东温伤心 东温站上了天台边缘 准备结束这悲惨的人生 可东温往下看的时候 突然失去了自杀的勇气 他坐在雪地里痛哭啊 我凭什么我的人生 就一定是悲惨的 这时大雪落在他的腿上 而冰而冷意 淡化了伤疤疼痛 他赶紧用血吸腿 感觉好多了 接着 这东温脱掉的衣服 身上大大小小 有二十多处的伤痕啊 他趴在雪地里 疼痛被缓解了不少 而经过这一夜呢 东温也想清楚了 他要退学 于是在退学申请表上 写明退学原因 是因为严真意中的霸凌欺辱 然后交给了校长 而班主任呢 也因此被校长痛批了一顿 直接扣掉奖金 这下班主任是气不大意出来啊 他把东温叫到的办公室 你这算什么霸凌啊 只不过是打了你几下 你又没断手断脚 你这样污蔑同学 是不是得精神病 东温没想到 这班主任竟然能这么不要脸 于是 这东温也不管不顾了 老师你儿子上了师范大学对吧 如果你儿子也被霸凌 是不是也没关系 班主任简直是怒不可 当即抄起书本 狠狠打上了东温的头 而接着 班主任是挽起的袖子 摘着手表 开始对东温进行的连环八折扇 你一个臭学生 有什么资格替我儿子 老师们赶紧上前阻拦 但却根本阻挡不住 班主任的火迹 等到的时候啊 这严真的家人 他东温写的退学原因 会影响到严真的前途 于是就来找到东温的母亲 以重金诱惑 让东温妈修改退学原因 东温妈是个发廊女 平时为了挣点小费 被男顾客上下击手 所以啊 这东温妈渐渐离开 当即听说安排 把东温的退学原因 改成了不是一学校的生活 东温妈有了这笔钱呢 退租了出租屋 一个人出去潇洒快活 根本就不管东温的生死 东温简直不敢相信了 自己会被亲妈这样对待 就在这一刻 东温的复仇之心被点燃 东温来到了学校 向严真放了狠话 严真面对这样的东温 竟然感受到了一丝恐惧 而我们的东温知道 报仇之前 必须需要先让自己变得有钱 于是啊 东温是一人身兼数职 这边做寿司 那边打扫澡堂 然后去纺织厂给布料认色 而在这期间呢 东温是天天深夜学习 在经历了无数个深夜后 他终于考上了师范大学 也正式开启了复仇之旅 东温第一个报复人 就是高中时期的班主任 东温在大学就读期间 是故意接近班主任的儿子小黑 小黑也很快爱慕上了东温 而在大学毕业后 小黑把东温带回一家父亲 东温知道班主任有小船 于是故意带了白鹤花 引得班主任喘得是上气不及下气 而且还故意当着小黑面 说出班主任当年打自己的事 班主任顿时恐惧起来 他心想 这东温就是虫之一 一定是要报复自己 于是便抄起白鹤花 抽打东温 东温却并没有还手 因为这小黑自会替他出手 原来小黑马上就要当公务员了 政府会审查家庭成员的过往历史 而他的父亲打东温的事 一定会让他当不成公务员 所以这小黑大意灭青 直接把一堆鲜花摆在家里 当场引发了父亲的消失病 最后父亲惨死在家 东温成功复仇 而东温第二个复仇目标 就是女校霸 颜真 如今的女校霸颜真 通过家里的诠释 当上了气象播报主持人 实则 这颜真是个羞花枕头 每一次的主持稿 都是找枪手带写 而且还跟一个帅气多金的男人 举行了豪门婚礼 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这生活简直不要太幸福啊 最近颜真受邀高中学校 参加杰出校友的颁奖礼 东温也来的高中学校 向颜真宣战 阔别多年的高中记忆 如潮水一般涌上的颜真脑海 颜真顿时弄嗝 但是啊 我们的东温根本就不生气 他就是要颜真因为他的出现 整日活在恐惧当中 而东温的计划 就是要让颜真变得重盘清理 从精神上来摧毁颜真 所以啊 这东温要理解颜真跟身边人的关系 而第一个目标 正是颜真的老公 何老板 东温在颜真家的附近租了一间公寓 很快便调查到 这何老板是个围棋迷 每个礼拜五呢 都会去席院跟企友们切磋起 说来 这东温的复仇也是颇得老天的眷顾 他想用高超的起义来接近何老板 但奈何 这东温是个小白 短时间无法变成高手 可没想到就在这天 东温做完家教课 突然恶运到地 然后被好些人送到了医院 邂逅了帅气的周医生 这周医生是个围棋高手 东温是立马拜师学艺 两人呢 每天在公园树下下棋 下了一整个春夏秋冬啊 周医生渐渐被东温的灭力所吸引 东温呢 也慢慢成为了围棋高手 所以啊 在第二年的秋天 东温便正式出师 他要跟周医生分别 可是这周医生不舍得分别啊 但东温的强硬态度 让周医生无法挽留 只能大于东温 而现在东温呢 是迫不及待的 在周五直接去棋馆展开练杀 他在何老板的面前 连挑各路高手 何老板很快被东温的奇迹吸引 甚至在回到家后 还原东温跟别人的对局 琢磨东温下下的思路 何老板是慢慢身陷其中啊 觉得这东温思路清奇 正是高手里的高手 于是 这何老板开始每天都去席院 想要再次一睹东温的风采 可就是怎样也见不到东温 就在他去第五回时啊 东温从他面前走过 何老板再次兴奋起来 他直接坐在了东温对面 跟东温来了一场博弈 结果呢 这东温自然赢了何老板 何老板顿时觉得 这东温更有魅力了 他立了跟东温赌了五万斗金 要求跟东温再下一局 而就这样 何老板也彻底提上了东温 现在呢 第一个鱼儿上钩了 接下来就是要掉第二个 就是严真的女儿 小漂亮 她在贵族小学里面就读 东温想要接近呢 就必须得去贵族小学当老师 但是这个小学里面老师啊 全都是依靠关系进去的 所以啊 我们聪明东温 是找来的贵族小学校长 他的保姆的帮手 以此来搜集校长的把柄 原来啊 这保姆的老公是个十足的功能费 每天不是喝酒就是家暴 而保姆和女儿 每天活得都苦不堪言 保姆无时无刻地杀死了母 东温也是暴力的受害者 能够共情保姆的感受 老师啊 只要保姆愿意当付责帮手 就帮保姆杀她老公 并且给保姆女儿补席功课 保姆对东温非常感激啊 所以不负重望地拍到了 校长和司机的秘密 东温顿时明白啊 原来这校长和司机 是一对好基友啊 东温拿了这个证据威胁校长 也如愿以偿 换取了贵族小学老师的资客 而另一边的言真得知以后 心中是止不住的恐惧啊 他来到学校 叫东温嚣张讽私 东温是根本没生气 反而微笑表示 严真彻底怒了 东温依旧不生气 严真真的害怕了 他这下相信 东温是真要报仇啊 他立刻动用了关系 向学校解雇东温 可却因为 东温手里有校长的秘密 被拒绝了 严真是有火没出发 只能求老公送小漂亮去留学 何老板当然不同意 他认为啊 贵族小学立家境 教学条件一流 没必要大东根哥去留学 严真也不会对老公发火 只能是就此作罢 而东温在接触小漂亮期间呢 竟然得知了一个秘密 这小漂亮竟然也有色谋症 也就是说啊 这小漂亮不能辨别颜色 这道上东温顿时想到了一个人 也就是高中时期的小曹小帅 小帅也同样患有色谋症 他如今呢 正是高尔夫球场的继承人 而在当年的高中时期啊 班上男同学 因为嘲笑小帅的色谋症 差点被他打死 所以东温才怀疑啊 小帅才是小漂亮真正的父亲 原来就在严真结婚的前一天 他跟小帅发生了新关系 从而怀上了小漂亮 让何老板变成了接盘侠 所以啊 这东温离见的第三个严真身边人 就是小帅 只见啊 东温是把小漂亮的牙刷 寄给了小帅 牙刷上面还写着小漂亮的名字 小帅虽然是莫容奇妙 但却突然想到 这小漂亮跟他一样都是死亡 于是啊 这小帅把牙刷 拿去跟自己做了DA鉴定 很快小帅拿到了结果 上面显示 他跟小漂亮正是亲生父女关系 小帅这下愤怒了 所以啊 小帅又夺回小漂亮的抚养权 现在 何老板 小漂亮 小帅 都踏进了东温的圈套 何老板因为欣赏东温 渐渐对严真失去了兴趣 小漂亮因为喜欢东温 所以不买妈妈 总是说东温的坏话 从而开始疏远漫漫 小帅则因为严真隐瞒真相 对严真心怀怨气 而接下来 东温要让严真被法律制裁 这是因为啊 东温掌握的严真 一个不可搞人的秘密 原来啊 东温曾在高中时期 目睹同伴一个女同学 被推下了天台 而这罪恶的凶手就是严真 但是东温没有证据 于是 他找上了长发男帮忙 就是那个强粉东温的霸凌者 如今的长发男啊 在几个霸凌者中混得是最惨的 他现在给小帅登根班 记得小帅 有钱住豪宅 每天泡不同的妹子 东温抓住了想发财的心灵 把严真杀人的事告诉长发男 而且还拿出了女同学的名牌证明 东温要长发男勒索严真 发一笔横财 而这条件是呢 东温要长发男录下严真 亲口承认杀人的录音 长发男怕东温坑他 于是啊 便去警察庭室间 查找那名女同学的尸体 不出意外啊 果然让他找见了尸体 于是长发男答应跟东温合作 但是就不料 长发男在第二天就失踪了 东温怀疑啊 是严真得知杀人事件泄露 这才杀了长发男灭口 没办法 东温的计谋被迫打断 只能重新筹划另一个付出方案 结果啊 这老天给他派了一个帮手 东温收到了一条来自周医生的短信 自从周医生跟东温分开之后呢 一直都没忘了东温 所以才发短信约东温见面 而东温此刻正在修车场 旁边的修车工在滋滋地搞肉 刹那间呢 被卷发棒炙烤的场景 顿时涌入了东温的海 东温瞬间呼吸急促 跪在地上 久久不能站起 东温是努力平复心情 来到周医生家里见面 周医生见他一身狼狈 赶忙贴心地递来一瓶水 东温已经很久没有受到别人的关心了 刚刚受到的刺激 也在这一刻平安下来 东温明白 自己是幸运周医生的 既然周医生始终不愿跟他分开 所以东温将霸凌的过往 坦诚地告诉了周医生 周医生简直不敢相信 东温这么好的女人 竟然有这么悲惨的过往 东温表示 自己一定会复仇的 周医生却不想 东温身陷在复仇的泥潭 东温什么都没说 而站起来 走到了雨光下 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 把身上的沉黏巴痕 展露在了周医生面前 周医生被彻底震惊了 他看到 东温的整个身体几乎没有一块好肉 甚至可以说 东温的皮肤就是用巴痕做成的 这一刻 周医生并没有嫌弃东温能看 而是心疼这个满身伤痕的女人 是怎么坚强地活到了现在 周医生心中冒活 流下了愤怒的眼泪 他不允许东温在手上的伤害 他要帮助东温复仇 其实啊 周医生之所以这么愤怒 还有一层原因 就是周医生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一家医院的院长 几年前被病人杀死 病人被关进监狱后 天天给周医生写恐吓信 久而久之啊 周医生出现遭遇症 时时刻刻都能看到 凶手的幻觉出现在自己眼前 周医生每天回到家 都必须用手术刀 杀掉幻觉中的杀手 这才能安心地扛交 所以他对东温的遭受 是非常能够感同身手的 而接下来啊 这东温的计划 就是向严真老公何老板 暴露他跟严真的过往 从而使得何老板 验起严真跟严真离婚 很快便到了家长会 小漂亮让爸爸来参加 而何老板看到 东温正是奴隶的老师 而另一边 这小帅作为生父 也到场参加 他故意告诉何老板 东温正是严真同学 小帅的目的 也是要让何老板 验严真 这样的话 他就能跟严真结婚了 以此来拿到 小漂亮的抚养权 何老板听到小帅的话 出于商人的知觉 终于明白了 东温之前是故意接近自己 于是 何老板从严真的好友这里 得知了严真霸凌东温的过往 然后何老板回到了家 质问严真霸凌东温的事 是不是真的 严真瞬间明白了 老公恐怕查到了他的过去 于是严真也不装了 表示夫妻之间 还是要有点秘密 给彼此留点空间 否则一旦撕破脸皮 大家谁都别想要过 事到如今 这严真不能再被董接招了 他想知道 东温到底还有什么报仇计划 于是 这严真发动人脉 找到了董的家 竟然就在他家对面 然后又花了重金 让开锁员打开了董家的门 而严真一走进去 就被彻底惊呆了 他看到 这房间的玻璃上 墙上 全都贴满了当年这些霸凌者们 所有的任机关系图 严真的心中一阵后怕 他此刻非常后悔 惹上了一个这么狠的角色 与此同时 周医生来到了停尸柜前 准备给当年 惨死在严真手下的 那个女学生隐尸 找出被严真谋杀的证据 结果周医生竟然发现 里面的尸体不见了 这到底是谁偷走了尸体 严真最终又会受到 怎样的惩罚 周医生会是 东恩的真命天子吗 他又是否会为父亲报仇呢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 将在下一季 黑暗荣耀里揭晓 本剧 道次结束 本期是黑暗荣耀 第季的全部剧结 第二季呢 还没有上映 本期问题 你觉得在下一季中 东恩能成功复仇吗 认为能得扣三个一 不能得扣三个二 东恩受到迫害 是身体和心灵的双筒折磨 身体上被烫满伤疤 心灵上被亲妈抛弃 这种遭遇 任谁都不想活下去 所以在东恩的眼中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邪恶的 恐惧的 对啊 但是东恩依旧保留了一次善念 把善意留给了保姆女 但是最幸运的是 他生命里出现了一束光 就是周医生 希望在下一季 周医生能够保持初心 保护好东恩心中 仅存的一丝善念 本片好看 推荐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我们就要知道了 记得给收集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